印度有一个相当发达的汽车工业,自20世纪40年代印度就开始制造汽车,在亚洲汽车历史上,印度是日本之后,亚洲第二个制造汽车的国家,但是在今天,印度大街小巷仍然保留着,很多不寻常和陈旧的车辆,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运行,在印度这片土地上。 二图,注意看,卡车的车厢非常的靠下,基本上马上就要挨着地面了,这样真的安全吗?车厢又高又大,看起来有点恐怖。 图,印度最抢眼的交通工具,飞火车莫属了,远处驶来的印度火车。图,在印度,火车是分等级的,B档次的火车车窗是没有玻璃的,车窗上只有几根铁栏杆。 图,看起来有点破旧的公交车,特别是当旁边开过去一辆宝马车的时候,公交车更显得破旧不堪。 图,两辆校车停在学校门口。图,Schoolbus校车,学生巴士。图,卡车主人把车打扮得非常漂亮,五颜六色。 图,改装后的卡车头高了不少,车头前悬挂的两条黑布,看起来有点怪异,你们觉得呢? 图,卡车驾驶是比想象的要温馨得多,巨大的方向盘和档杆。 二图,看完往下突出的,再看往上突出的,也不知道这种改装货车在印度符合不符合规定。 二图,印度贯车。二图,小号的吉普车,类似于吉姆尼。 二图,吉普车进兆。二印度公路之王,印度汽车大使。 这辆车是1957年到2014年生产的,期间没有任何重大变化和改进。 这车常被用作出租汽车。 二图,白色的大使。 二图,在农村地区,你可以找到印度国产的卡车。 二图,这些卡车几乎全是木制的。 二图,引擎盖上总是没有盖。 二图,汽车发动机用于自制发电机或电动凳。 二图,城市中间穿梭的三轮车,当地人叫嘟嘟车。 二图,人们坐在车里等待拉客人,车子上安装有计价器,但是一般是没用的,价格通常都是双方提前商量好的。 二图,三轮货车。 二图,人力车,最低等级的交通工具。 人力车的成本要比任何交通工具都便宜得多,主要缺点就是速度慢。 二图,在印度街头,居然看到了中国多年不见的平板车,怀旧啊。 二图,今天,平板车仍然广泛地被印度人用于短途运输货物。 二图,摩托车是很常见的,大多数是小型踏板摩托车。 二图,见到的大多数自行车都是陈旧的。 二图,牛车,听说牛在印度属于神圣的动物,可以用来拉车吗? 有了解的朋友帮助解答一下。 二图,骆驼车。 二图,马路上靠边行走的印度大象,通常不会出现在马路上。 二离开印度去机场时,看到机场跑道上停了一架。 1968年,发布的老古董波音707客机,也不知道还飞不飞了。